大家好,我是Asterdom 今次就是介紹港鐵觀塘延線通車的時候 我不清楚是何時派 應該是派的吧? 看見普通街坊也會有 這就是一個C-Train的環保袋 中濟長春列車的環保袋 被買家壓得很扁 OMG 超可愛的 對,是否搓完後才會 這個車頭就有點K 看看如何處理 這個環保袋也蠻難的 這個環保袋 哦,他這樣馬實了 對了,兩對門 一隻窗,然後已經到車尾了 哦,他這樣拍 斜頂? 很難展示,為何太遠 很難拍的 這個環保袋真的 這樣斜行它 忍耐見到車頭 在這裡差一點 沒有一個邊 有點可惜 這個角度叫做最好 好 想不到他會弄好 這個扶手 這個 這個柱子 開回 大一點 行行行行行 厲害 好了,那是時候 打開它 是嗎 我教你怎麼收回 OK 打開不用教 對,打開兩顆扭 然後捲出來 哈哈 好帥 神經病 神經病 這個也是 個人覺得 是整個鐵路2.0的紀念品 裡面最 最有趣 最實用 最精美的 紀念品 對了 對了 那這輛列車一打開 都仍然會可以 這樣 弄回一輛車出來 當然它是鴨鞭 對了 空的 哈哈 那它 車廂的第二面 就變成一個袋子的底部 車頂就 捲出來的時候 繼續做車頂 那這裏 觀塘線延伸 鐵路2.0 黃埔站的月台 有些怪的 都是1號月台 嗯 沒辦法 如果2號月台 指著黃埔 可能更怪 對了 有趣的 它是 兩個月台都是不同款的列車 對了 有C-Train 有M-Train 但是車廂偏紅 不知道為什麼 是A13 不會是A013的嗎 對了 不太清楚 然後這裏又有個編號 對了 不太清楚是什麼 印象真車沒有這些編號 對了 它連月台幕門的東西都 月台幕門上面的東西都弄了 對 還有一些可惜它補電梯 沒有貫通上去 不過算是沒有製造大堂 哈哈 沒有製造大堂 對了 眨眼看是漂亮的 但是你看清楚一點 就是不合邏輯 對了 真的 地面 沒有了大堂 直接 出口 還有荷文田站那個在後面 但是月台在下面 對了 這裡是黃寶站的其中一個出口 不要記得是誰 真的 太久沒有去 對了 好 第二面 話說回來 喔 第二面 沒事了 全灰色 等等 這面 放在身 這面 向外 這個設計是OK的 對 眨眼看多精緻 看來那團馬線 他做這個 做土瓜環站都不錯 哈哈 剛剛好兩層 但我管那裡 可能都是做賣送王台的 如果他做的話 對 那 嘗試塞進去 應該就是這樣對摺 再捲進去 然後塞進去 好 叫做 塞進去 但是 呃 哈哈 這個很難搞 算了 那 今次這個 觀塘延線 環保袋 解釋 就來到這裡 喜歡就like 記得subscribe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